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最后一个锁龙人》 作者孝春风 演播香音品颂 巨舞吧满园 第601集 我不知道 但是应该可以吧 陶殃殃欲言又止 我还以为她是想说我之前遇到的就是这个 脸色一变随后我问她 之前你遇到的是不是这个 她摇了摇头说道 不对 之前你虽然也像是中了鞋一样 但是你是属于那种待在原地什么都不知道 就站在那里的类型 这种幻觉虽然是有些厉害 但是似乎并达不到这种效果 至少一群人跑了这么久 有人都跑得累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 幻觉应该会醒来才对 陶殃妖说道 我一想也是 怎么可能让一群人一直跑一直跑 跑得都累死了的话说呢 那是人又他们不是马 况且古代的跑死马 那是因为那些马都受过训练的 所以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奔跑的过程 只要鞭子一直挥动 生物本能就会驱使着他们一直跑 这也不是他们愿意的 况且人可以控制自己 人又不是马 活人还能把自己跑死了不成 我觉得 这有可能是东南亚那边的降头树 也只有这种邪门功夫 才有这种可怕的功力 陶殃妖说道 他说的这个倒是让我十分的好奇 因为我虽然也听过降头树的赫赫威名 但是谁也不敢肯定这玩意就是真实存在着的 更何况我对于这个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自然会对陶殃妖所说的有些好奇 其实南亚降头树应该是他们在那里有股质金就有的 好像是传闻有好多香港明星会养小鬼一样 是东南亚地区那边独特传统吧 降头树这个东西只在于给人下降头来控制人 降头树可以通过对一个人身体的一部分 来给这个人降下诅咒 头发就行 背下了降头树的人 会经常性地得梦游症 整晚整晚到处乱走 而且自己还没有任何的意识 这就是降头树独特的诡异之处 陶殃妖说道 梦游 这倒是让我有些认同了 因为人能把自己跑死似乎也只有在梦游的状态下才行了吧 梦游也有被很多人研究过 也有很多关于梦游的案例 比如有个人梦游之后 竟然拿起刀 把自己的妻子给杀死了 他本人还不知道 还有的是晚上梦游跑出去了好几百公里 等到天明了发现 自己竟然在一个十几米高的树上抱着 那人都惊呆了 几百公里即使是让人跑一晚上都跑不到 更别说还能爬上十几米高的树了 那个人其实是根本不会爬树的一个人 所以这么一说 梦游确实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给这群人下了降头树 让他们全部都梦游着跑到了这里 这似乎成了某种意义上可行的方案 陶殃要这么说 还真让我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给人下降头树的人 经常会晚上一个人独自出去 去寻找附近哪家刚刚下葬的人 就去偷偷打开人家的棺材 然后偷走尸体 最终欢迎的是小孩子的尸体 会被人挖去头 脊椎 还有肠子这些 这样就可以下降头了 陶殃殃说道 听得我背后觉得有点冷 倒也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我以前也听说过 我们家附近那里有过这种事情 我们那边的治安也不算得好 我们家附近里就有一个小女孩被拐卖了 家长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很快家长便报了警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事情是 警察最终倒是把人给找到了 然而找到的只是一具尸体 那个小女孩的头被人给弄下来了 不光是头 就连头连着的脊梁骨 还有肚子里面的肠子 也全部都挖出来了 全都没了 当然最终也仍然没有找出凶手 这事情就这么处理了 我那个时候还年轻 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 但是听陶殃殃这么一说 我才觉得毛骨悚然 原来这里的人到处都有嘛 最可怕的毛骨骨 有可能就是你生活之中的人 虽然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 但是你却不一定了解 他们私下里的一面 说不准谁还会私下里 做这种事情呢 那你的意思是 这群人都被下了降头书 我问他道 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他们 是不是真就中了降头书 降头书再怎么样 一直流行于南洋的而已 这只是我一个猜测 但是很有可能 陶殃殃说道 我脸色一僵 以前还不怎么觉得 陶殃殃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觉得 降头书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种神不知鬼不觉 就能让自己中招 而且你自己还不那么清楚 自己是不是真的中招的感觉 想想就让人觉得可怕呀 这么说来 我以前还听说过 有人意外地解读 某位明星自杀前留下了遗言 我一生未做过坏事 为何这样 现在听起来 也有些别样的恐怖 似乎一时间 我们的猜测达到了尽头 看着满地上被一刀捅死的这些尸体 虽然我心里也有些恐惧 但是更多的是疑问 如果我们无法从对方是怎么做到的来推断出来 既然如此 我们找出这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就简单多了吗 对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是闲得没事感觉的好玩吗 可这也不对呀 闲得没事感觉的好玩 就把这群人全部都下邪术 然后让他们一路上跟过来吗 哪里存在这种单纯的觉得好玩就要杀人的呢 虽然一定有 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死亡 似乎是预示了些什么 毕竟这可是这么多条人命啊 至少好几十个人 站在原地让人杀 那也得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更别说操纵着这些人冲入这里来了 这本身就很诡异 他来了 他来了 后面的徐静欢不断地这样说着 听得旁边的我心里一阵诡异 我和陶雅雅转身一看 这才看到我们后面 之前一直在追着我们的那个黄金人 竟然已然进入了这里面 他竟然还没有放去追逐我们 而是一路上追到了这里 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他进入这个洞穴 还是因为他跑的时间太长了 看上去这人浑身就像是要融化掉了一样 勉强保持着人形 但是每走一步 足下都会留下一个黄金的脚印 而且还在不断地延伸着 依旧是低沉的呼喊声 似乎他不会说话 但是却带给了我们更多的压力 怎么办呢 继续从这里跑出去不成 快跑 徐静欢 把你身上金条丢下去给他吧 不然的话 这家伙收不准 会一直追着我们 陶妖妖大喊道 徐静欢也不是个弱智啊 自己的小命重要 还是那一块金条重要 这其实是很容易判断的 所以立马把手里的金条给丢在地上 然而就在他刚刚丢出去的瞬间 之前那金条在落地的瞬间就融化掉了 变成了软黄金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 浓稠的液体顺着地上攀爬而起 随后直接打在了他的后背上 徐静欢被吓了一跳 浑身都跟着那被打中的后背而颤抖着 仿佛是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但是当他愣了半天之后 这才发现 那黄金只是单纯地贴在了他的背上而已 而且还冷却掉了 就像是在他背后镶了这么一块黄金一样 我正看得发直 然而陶瑶瑶却一把拉住向前面跑去 我没武器 根本没办法和这个黄金人战斗 被他抓到就是死路一条 我们现在还是快跑吧 陶瑶瑶说道 正所谓死道有不死贫道 跑就完事了 然而徐静欢也不是傻子 一看自己没事 转身就跟着我们跑 而那黄金人似乎是看不到我们一样 就追着徐静欢跑 而且嘴巴里面还呜呜的喊着 他的目标果然是徐静欢吗 可是为什么徐静欢之前不是把黄金给丢出去了吗 按道理来说 那个黄金人应该会操纵着这黄金 拿到黄金 又怎么会变软了 然后还回到了徐静欢的身上 这简直就像是在徐静欢的身上 打上了烙印一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点击主播主页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故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最后一个锁龙人 作者孝春风 演播香音品颂 巨舞吧满园 我们之前是认为徐静欢拿了黄金 那黄金人才会一直追着我们 只要是把黄金丢了就没事了 但现在看起来远非如此 那黄金起到的作用应该是那种标注的作用 在徐静欢的身上打上标注这样一来 徐静欢不管跑到哪里 那个黄金人都能追上 只是为什么是徐静欢呢 既然不是因为徐静欢之前偷了黄金的缘故 那这黄金人的追逐又意味着什么呢 难道说徐静欢 在那个黄金人眼里 远比我们要重要得多吗 不是我们有多么的自恋 而是徐静欢明显就是个普通人而已 为什么他会被这样的重视和追逐 他的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随着我们一直往前跑 前方终于出现了小小的亮光 似乎是这个洞穴到了出口 然而那个黄金人仍然在后面 不厌其烦地追着我们 若是前面还有别的路还好 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路的 陶夭夭摊开手里的地图随后说道 既然已经出现了黄金人 而且这里还有很多死亡的尸体 就证明我们应该已经来到了索隆种 至少是来到了这附近 否则的话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诡异的现象 然而这地图上的地貌 我们还是没有找到 他们当初到底是来到了哪里 虽然陶夭夭说的话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但是我还是很清楚的 因为之前陶夭夭一路上都在用了地图 比对着周围的环境 但是虽然有发现相似的 却没什么完全相似的场景 这让他很困惑 现在不是找那个的时候吧 我气喘吁吁地跑着 后面的徐静桓比起我来也不慌多让 甚至还不如我 让我心里舒坦了不少 妈的都是这白痴热出来的货团 还连累了我 让我很是不爽 终于从前方亮着光的洞口钻了出来 我们停下了脚步 因为前方完全是悬崖 下面不知道有多高 但是绝对不是正常人能够跳下去的 更别说后面还有个疯子在追着我们 原来如此吗 原来如此吗 原来这张图是在这种情况下 看到的风景呀 陶夭夭在旁边旁若无人地说道 仿佛是已经参透了天机 陶夭夭来不及跟我们解释 虽然我感觉到她完全没有和我们解释 而后面那个黄金人已经追到了我们的身边 陶夭夭一拉我的手随后说道 往下跳 什么 往下跳 可 可是这下面 我有些无话可说 谁都能看得出这下面的高度有多高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整个洞穴的结构是整体往上的 我们在那边虽然也够高了 但是也让我们爬了好久 但是到了这边 竟然发现了这边更加的高 如果单单只是高也就罢了 但是 这可不是高了一星半点啊 从这里往下看 最起码几十米的距离 下面还没有任何能够让人减速 减缓冲击的东西呢 怎么可能从这里跳下去 落下去只怕我们就要成为肉泥了 相信我 往下跳 这张图上面的东西 被我们给误解了 我们都以为 这是在平地上看到的风景 其实不是的 它是人从高空坠落下来的时候 看到的风景 这图上面 我们眼中的山 其实不是山 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时候 看到的地面 所以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样子 陶瑶瑶说道 摊开了地图 我看了一眼 随后又从这里往下看了一眼 确实 有点莫名其妙的相似 仅仅只是视角的转换 竟然有如此的功效 真是让我觉得十分的神奇啊 所以 所以从这里跳下去就行了 同样的事情 他们当年也经历过吧 不然的话 不会留下这张图的 况且 我们现在别无选择 待在这里等死 也未必就有从这里跳下去的好受 陶瑶瑶大喝一声 我点了点头 伴随着旁边的她一跃而起 直直地从这可以算作是悬崖的地方纵身一跃 跳了下去 未未 你们 你们 后面的徐静欢没了辙 因为陶瑶瑶不可能带着她往下跳 毕竟这只是陶瑶瑶一厢情愿的推理 而这对于徐静欢而言 算不得是什么必须赌上性命的抉择 所以陶瑶瑶不会带着她 但是她到底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从天上往下坠落的时候 风实在是太大了 大的我睁不开眼睛 身体也不断地在空中翻腾着 濒临死亡的感觉让我浑身都出现了 预警一样的恐惧感 远比做云霄飞车刺激得多啊 不知道是何时候 陶瑶瑶手里面的地图随风飘了起来 刚好我看了一眼 随后往下一看 一模一样 原来如此 这里面 就是锁龙肿吗 其实就在山下 而不是在那两个山洞里 这里面似乎我们曾经来过 但是我们都完全没有印象 也根本没有想到过这里 自然而然的 现在发现了就不一样了 周围 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着 天 天的颜色变了 变成了血红 好像是黄昏时候 夕阳火烧云的样子 但是却远远比那个要更加的凄美 但是也更加可怕 天上开始落下一丝一丝的雨点来 然而诡异的是 这丝丝雨点竟然是火红色的 看上去简直就像是血一样 又好像是天上坠落下来的火焰 一道一道的像是血一样的坠落而下 再朝地下看去 却发现下面满是层层的焦土 好似是被炮火轰击过的阵地一样 土都被烧焦了 这一副样子让我想起了 我们曾经在桃花园中看到的那一幕 地面被火烤焦了 仿佛是火山口的焦炭一样 到处都是 怎么回事 之前在桃花园之中的时候 一是因为那里面本质上应该是个幻境 因为从外界进去之后 里面的时间都停止了 而这里 这里难道也一样吗 在空中我难以控制自己的身体 只有艰难地动着手脚 然后将自己手腕上的衣物给撩起来 看到了里面的手表 在那里面指针都停止了 这里 这里到底是 我虽然来这里的时间不长 但这里确确实实 只是长白山之外 原始森林中的一个峡谷而已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说锁龙种要开启了吗 之前那满地的尸体 应该是有人强行用血来开启锁龙种 但是却失败了 但现在看来 不知道为什么锁龙种再次被开启了 这里面的所有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开启了 陶爷要不知道为什么 能在高空这种高速的垂直落体运动中 还能让口说话 跟我这么说的 他 他早就知道 还是说他早就发现了 我们的命运是活着还是死亡 就可现在了 陶爷要说道 命运伴随着周围这一幕 仿佛完全不属于地球上的景色 这实实且壮观的一幕 一切都仿佛浮出了水面 最终我们落在了地上 是的 是货震驾驶地落在了地上了 但是却又没有我想象中那种 摔倒或者在地上直接死去的样子 一切仿佛都不是原来那样子了 我们平日里所建立起来的一切尝试 都在这个地方变得分崩离析 我站在地上 看着自己完好无损的双脚 以及感受着这地面上 无处不在的焦土 那松软且有些像是沙子的触感 让人觉得诡异无比 看向周围 光秃秃的一切 天上落下来的血 仿佛是在给这周围染上一层颜色 到处都是红白色的 让人迷醉 这里 这里是 我声音有些颤抖地 问着旁边的陶瑶瑶 她松开我的手说道 要人来了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 躲起来吧 谁要来了 这一切到底是 然而我话还没问出口 陶瑶瑶就又重新拉着我 往旁边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点击主播主页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故事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最后一个锁龙人 作者孝春风 演播香音品颂 巨舞吧满园 但是这哪里有什么 可以躲起来的地方呢 满目疮痍的大地 连一个像样子的 稍微高一点的地形都没有 周围也完全没有树木 简直比沙漠 还要更加的空旷 索性 陶瑶瑶找到了一块 仅存的石头 带着我躲在了这后面 看着就行了 看着你就知道了 陶瑶瑶说道 堵住了我 还想继续问的嘴 因为前面 前面的天空中 坠下来了一条龙 火红色的 那火红且瑰丽的颜色 正从那条龙浑身 往外喷发着 那是火焰 还是岩浆 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然而仅仅只是从远处 看着那烧的火红的一切 就好像切身地感受到了一种 仿佛要燃烧殆尽一样的 炽热的那样 这是巨大且壮硕的身体 还有背后的那两个 很像是西方龙一样的翅膀 还有那宛如是他身边的 流营一样的火焰 这条龙 我们之前看到过的那条 它是 硬龙 它怎么会在这儿呢 它不是还在桃花源之中吗 上次我们在那之后就晕过去了 谁也不知道硬龙最后是怎么了 到底是被那个黑衣人给放走了 还是做了什么 但是现在竟然没想到 能在这里看到它 也是 龙是一种被诅咒的生物 它是不会被杀死的 即使是被杀死 人类也会重新再次变成龙 所以 它们是不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这条龙才没有消失掉吧 当时那个突然出现的黑衣人 它的强大有目共睹 再加上 还在它身后的江启云 似乎这样一来 想要干掉这条龙 也不是多么难的事情了 这条龙从燃烧如火一样的 天上就这么坠落下来 随后 翁隆一声落到了地上 那巨大的声响 还有因为坠龙之势而带来的漫天的尘土 为它增添了不少的威势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就是因为这里是锁龙种吗 可是 这条龙 看了一眼 这里满目疮痍的地面 似乎随处可见高温流下来的灼烧 难道说这里变成这么一个样子 就是因为这条龙在这里待着的时候吗 我正想问一下旁边的陶瑶瑶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突然之间远处走了一群人 怎么会有人来到这里 而当我们仔细地看着这群人的样子 这才发现 这群人看起来相当的老土 当然不是说这些人老土 而是说他们穿着的衣服 实在是有些不太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 虽然我已经觉得我和涛鸭鸭俩人 算是这个时代里面最土的两个人了 但是谁曾想到竟然还走了这么一群人 比我们还要更加的老土 而且这群人也不是和我想象中的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 相反 一个个的全都是戴着眼镜 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 等等 穿着过时的衣服 并且一群人看上去还是知识分子 难道说这群人的身份是 不就是之前徐静欢口中所说的他父亲还有那些专家学者们吗 虽然这些人看起来有些奇怪 但是不得不说 还真的存在这种可能呢 毕竟这里来的人不多 而这群人看上去真的很像是 像个屁一样 按照道理来说 这群人不是应该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来过这了吗 为什么现在还会再来一次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这群人看上去是朝着那条硬龙而去的 这怎么回事啊 这群人是不是徐静欢他父亲拉着的那群人呢 我疑惑地问着旁边的陶瑶瑶 看他笑了一下 随后从自己衣兜里找出一张卡片 看起来像是一张身份证 随后他丢给了我 说道 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 我小心地把他接了过来 随后拿起来一看 这竟然是一张身份证 不光如此 这张身份证上面竟然 竟然这么写着 徐静欢 籍贯汉族 出生日期为1960年4月14日 这他妈怎么回事啊 徐静欢的年纪竟然有这么大了 不对 不是他的年纪有这么大 而是仔细想想的话 他说他自己父亲到这里来的时候 还是他父亲比较年轻的时候 这么一推算的话 60年到80年 这有多长时间呢 差不多刚好20年 这样一来 出现在这里的人 又怎么可能是他的父亲呢 出现在这里的人应当是 他本人才对呀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 他根本没有什么来到这里的父亲 因为那一切都是他精神经历的 可为什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徐静欢应该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又怎么可能如此的年轻啊 这是我之前 在那个洞穴之中的一具尸体身上找到的 看那样子 那应该是他本人吧 他本人早就已经死掉了 而那个地方 是有人想要强行利用血来血迹 冲开锁龙肿的大门 他刚好被当成了受害者 他确确实实已经死了 陶瑶瑶在我旁边说道 话语似乎完全不容置疑 但是他说的话在我的耳朵里 简直给了我毁灭一样的打击 这人早就已经死了 和我们走了一路的徐静欢 早就已经死了 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什么时候发现呢 我问他 陶瑶瑶摇了摇头说道 一开始也没有察觉到 但是当时那些尸体呈现的样子 完全就是病人喜气的样子 我这才起了疑心 当时你记得吗 徐静欢离我们很远很远 看着好像是很害怕 但是说不定 他的恐惧 不是因为这里的尸体本身 而是因为 这一幕他曾经经历过 他曾经见过 所以才会有如此的恐惧 正当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着我 一回头就看到徐静欢站在最后面 太奇怪了 分明他站在我们的身后 但是看起来我们和他之间 间隔了一个血色的墙壁 不 与其说是血色的墙壁 倒不如说是透明的墙壁上面沾染了血 才会留下这种样子 你们 你们帮帮我 让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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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静欢这样喊着 用自己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冒血的双手狠狠地拍击着自己面前的那个墙壁 但是那透明的墙壁却没有任何的松动 他完全进不来 这怎么回事 我问旁边的陶瑶瑶 他说道 索隆种在开启的一瞬间 世界上的任何人就不能进来了 不是人不能进来 而是 不管是人 还是别的 都无法进来了 我们帮不了他 什么 这 徐静欢的身体开始崩裂 一寸一寸地崩裂 身上开始出现无数个纹理 从那无数个纹理之中 迸发出一点点的血来 逐渐浸染了全身 他本来就该死了 只是因为索隆种三十年前的力量 让他重新存活着 但是当现在 索隆种再度开启的时候 他的末日就到了 陶瑶瑶解释道 我久久凝视着 最终成为一团碎肉的徐静欢 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索隆种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 竟然真的有这么一股力量 他超越了生死 超越了时间的界限 就这么存在着 他能生死人肉白骨 还可以让时间变得错乱起来 如果不是的话 那群学者和专家们 又是如何进入这里面的 我突然之间想起了 那个之前在舌的肚子里面的 那个人 他对我们说 圣典要开始了 什么是圣典 眼前的这一幕 就是圣典吗 某种意义上 还真是如此 因为当这群学者 走向那条硬龙的时候 圣典就开始了 杀戮的圣典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点击主播主页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故事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最后一个索龙人 作者孝春风 演播香音品颂 巨舞吧满园 第604集 对于那条硬龙来说 这群普通人 完全就是他挥一挥手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然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群专家学者们 被硬龙口中 喷涌而出的火焰灼烧 炙烤着 瞬间就没有了声息 一个呼吸的时间过去后 地上再也没有 之前出现的 这群人的身影 有的似乎只是 土地上的那些焦土 噼里啪啦坐下 仿佛是在节问青天 圣典 开始了 陶瑶瑶这么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但那平淡的语气之中 仿佛隐藏着一切的一切 圣典 圣典 我无意义地在嘴中 回想着这两句话 不清楚陶瑶瑶到底 想要表达什么 但是目前的这一切 远远超出了我大脑 能处理的速度 脑子里面一团乱麻 完全是陶瑶瑶在说什么 我在被动地接受着什么 我完全没有任何去思考的空间 当然这个思考的空间 有和没有也是一样的 想要知道了什么 完全可以问我 现在 什么都是可以的了 陶瑶瑶这样说道 双目 急目远眺 远远地 眺望着远方 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 你知道些什么 我浑身都在颤抖着 心中一股被人背叛的感觉 涌遍了全身 即使是远处的 硬龙的身影 看上去那么地惹人注目 只要是个人 都会把视线看向他 但是我完全 像是无视了那条龙一样 双目狠狠地看着陶瑶瑶 像是要把他整个人 深深地镌刻进自己的心中一样 陶瑶瑶他到底 做了什么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从以前 到现在的一切 都可以 陶瑶瑶说道 我顿时愣在了原地 本来还想勉强将住的脸 瞬间愣在了那里 陶瑶瑶他果然吗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陶瑶瑶从出现 就充满了疑点 而且从那之后 每次陶瑶瑶 都能顺利地破局 这一切真的正常吗 而且还有 陶瑶瑶本身 虽然看上去 像是那种 为了寻找到真相 拼尽了全力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 陶瑶瑶更多地 表现出的样子 是一种不求甚解 不求甚解 也就是每每有诡异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他虽然兴致很高 但是每次都寻找到 一个关键点的时候 陶瑶瑶就掐壳了 不是掐壳了 而是他不再继续追寻了 虽然每次都是 从客观意义上的 我们无法追寻下去了 但是陶瑶瑶 就真的那么甘心吗 就真的那么甘愿吗 我和顺泽 因为他的缘故 也开始有些变得 不求甚解起来 有的时候 似乎只是差一步 我们就没有继续 寻找下去的 动力和能力了 可以说这完全 是被他给带的 也不知道是有意 还是无意 我们当初在 桃花源之中的山上 眺望着远处 那黑漆漆的世界的时候 那里到底是在哪里 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们当时有机会 可以过去看吗 有的 其实是有的 虽然当时 我们确实是很危险 但是也仍然有机会 重新回到 桃花源里面去寻找 但是因为桃烟烟的原因 我们没有继续前进 那黑漆漆的世界 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桃花源里的一切 又到底是什么呢 时间推到后面来 桃烟烟之前 在黄河附近的旅馆那里 说自己知道了很多 可是全然不说 一句话也不说 这真的正常吗 还有在那次 他到底是怎么利用锁龙井 前往过去的 怎么改变过去 没有被改变的过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全都知道 但是却不肯告诉我 这真的正常吗 顺子不是那种 信口开河的人 连他都觉得 桃烟烟有问题 我难道是个白痴 看不出来吗 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我被欺骗 是因为我想被欺骗 如此而已 软出那张狂沸腾的龙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现在身处于锁龙肿之中 也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 一切的一切都比不上 面前这个人更加的有意义 时间像是停止了一样 天上落下来的像是雪花一样的血点 也好像是停止了一样 周围的一切都停止住了 因为面前的他这样的笑了 圣殿要开始了 埋葬我们的圣殿要开始了 陶殿要再次说了 让人听不懂的话 但是停在我耳朵里面 却是如此的意味深长 地面开始变得军裂 不是地面变得军裂 而是地面上开始出现了 我们曾经见过的那一幕 从四面八方开始涌动而出的 那是锁链 是的 没错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锁链 太粗了 太粗太长的锁链 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 所带动着的一样 从地面上开始朝天空冲去 地面都被带着的 仿佛分成了好几个脉络一样 随后 那几根锁链朝着远处 飘荡在那里的硬龙而去 总共有八根 三根锁住了头 剩下的将硬龙的浑身 都给捆住了 捆得死死的 硬龙发出了龙的悲鸣 因为这龙的悲鸣 从天空开始军裂起来 随后从天上坠落而下 无数的火花和火球 天上竟然在下火 眼前的这一幕 简直像是世界末日一样 无数的大火球 从天上落下来 每一个都有 好几米的大小 随后狠狠地砸在了 那从地下而出的铁链上 那种毁灭一切的冲击力 实在太让人害怕了 看着这一幕 无视无可不觉得 自己作为一个人类 是多么的渺小啊 他逃不了的 陶瑶瑶说道 果然如此 那些锁链虽然被 天火千锤百炼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损伤 甚至于 连一点点小小的军裂都没有 仍然牢牢地捆着 龙正在发出属于他的悲鸣 因为浑身都被锁链锁住的原因 而龙想要腾飞 但是才刚刚飞起来 这就被周遭的锁链给捆绑住了 因为他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朝天上飞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在替这些锁链担心 但是他们很好地完成了 属于他们的任务 并没有被拉断 这个时候 硬龙的身体开始缩小 缩小 我这才恍然大悟 对呀 即使是龙被锁住了 但是也一样可以通过缩小自己的身体逃出去 这龙还是挺聪明的嘛 而接下来的一幕 打了我的脸 只看到龙的身体虽然在缩小 而周围的锁链也在缩小着 所以不管龙变得有多么小 但是他却根本无法逃离这里 锁链不知道是什么打造而成的 从古代 龙出现的那一天就已经有了 直到今天 我们因为没有锁链 即使是有杀龙的凶器 一路上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陶瑶瑶说道 像是在给我介绍一样 我看了他一眼 见他似乎沉迷于前方那条硬龙被锁住的那一幕 欧星 你说 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 陶瑶瑶问道 我愣了一下 龙是什么样的生物 这种话不应该是 在我们刚刚相遇的时候讨论的吗 当我们已经为了他们追寻了好几年的时间 现在才问我简直是蠢死了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 一种类似于神的生物 我回答道 却见陶瑶瑶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这样的 龙不是这样的 除了硬龙之外 所有的龙都是没有翅膀的 没有翅膀 却能够迎风飞翔 身体能大能小 明明龙的这种身体根本是飞不起来的 明明不存在这种可以忽然变大 忽然变小的生物 更加可怕的是 杀死龙的人 自身就会变成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点击主播主页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故事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最后一个索龙人 作者孝春风 演播香音品颂 巨舞吧满园 第六百零五集 这意味着龙宗绝对意义上 都是无法被灭绝的生物 拥有如此的神力 是自然界的宠儿 而且还不会被灭绝 你觉得这种生物 真的应该存在于世界上吗 陶瑶瑶忽然问道 让我有些无语 什么叫做应该存在于世上吗 眼前的这一幕 不就很好地解释了 眼前的一切吗 看着这条龙魁梧的身躯 谁还会不相信 这龙存在于否呢 我又不是什么造物主 没有权利去决定 什么样的生物 应该存在于世界上 什么样的生物 不应该存在于世界上 我做不到那些 不过他说的没有错 即使是见识过了 这么多瑰丽 且美妙的世界 也遇到过那么多 诡异的事情 我都要承认 龙的存在本身 就是对这个世界 规则的挑衅了 人类通过观察 昆虫的翅膀 发明了飞机 发现了空气动力学 飞机这才能飞上天 但是你觉得 龙的身体 像是能飞上天的吗 明年这个世界 用自己的规则 几乎可以解释 所有存在的事物 但是唯有龙本身 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他的存在本身 就是造物主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呀 陶瑶瑶又颇为感叹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龙本身就不属于 这个世界呀 唐瑶瑶说道 我愣了一下 什么 这什么意思 龙本身就不属于 这个世界 这种话也太 因为他本身 就不应该属于 这个世界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不符合规则的地方 鬼怪也好 别的也好 本身就是不该存在于 这个世界上的 陶瑶瑶说道 丝毫没有在意 自己说话时 对我产生了 多么大的冲击 你的意思是 它来自于 宇宙别的星球 我疑惑地问道 陶瑶瑶摇了摇头 说道 宇宙也是这个世界 它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那是我们无法想象 也无法触及的领域 几千年前 甚至是几万年前 龙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在他出现的时候 天上也落下了 不少的流星 这些锁链们 之所以有神力 就是因为 从那些流星之中 淬炼出来的 因为龙本身 不属于这个世界 当然要用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 来对付他了 陶瑶瑶说道 听得我对这一切 产生了怀疑 可是他们告诉我 龙是控制水的 我疑惑地说道 陶瑶瑶摇了摇头 如果水真让他控制 那就太可怕了 之所以要把龙给锁住 是因为龙的力量 太过强大 所以人类 不得不对抗他 一条龙能干掉 几十万个古代士兵 当他死亡的时候 杀死他的士兵 又会变成龙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当人变成龙之后 就会开始做 和龙一样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 才要把他们锁住 还记得地狱之门前 那些尸骨吗 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赵国为了对抗 冥界出的兵 所以才将地狱之门关闭 锁龙中也是 差不多的产物 在这地下 你肉眼可见的 到处的焦土之下 埋着的都是 深深的白骨 到处都有 陶瑶瑶说道 听得我心里一颤 我看了一眼脚下 虽然没有看到 所谓的白骨 但是也仍然是心有余悸 这就是所谓 龙的真相 陶瑶瑶说道 我点了点头 看着远处那被锁住的龙 刹那间 天瞬间黑了下来 之前还看上去 一片赤红的天空 现在却变成了阴天 周围都暗了好多度 我抬头望天 却发现天上的那些云朵之上 盘旋着好多好多 正在飞行着的身影 而且一个一个地在往下落 这些都是龙 他们要回来了 陶瑶瑶说道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回来 你没感觉到吗 有人想要开启锁龙中 要打开 前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呢 陶瑶瑶说道 随后不动声色地 把我拉着 让我蹲下来 我略微一抬头 只看到远处走出了一群人的身影 那是 顺子 江启云 以及江启云的妹妹 林洛雪 他们 他们都来了 顺子怎么会和他们混在一起 因为龙的降临 也导致我们民族无意间 学会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东西 包括 并不限于 风水 玄学 春秋战国时期 分析的诸子百家 这些瑰丽的思想 都是在那个时候 蓬勃发展的 依靠着这些 我们民族坚强的生存者 依靠着这些锁链 我们能和这另外一个世界的生物 进行对抗 这就是锁龙 这才是真正的锁龙 陶瑶瑶说道 我愣了一下 是吗 原来历史是这样的 原来世界是这样的 顺子怎么 我话还没问完 陶瑶瑶便打断了我说的话 随后说道 察觉到她有问题 已经不是一点半点了 我一直以为她是你爷爷的人 但是现在看来 她应该是黑衣人组织安排的人 是吗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难怪 难怪她会想要杀了你 难怪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就相信了 因为顺子 现在出现在了这里 并且她还和周围的那些人 打成一片 这本身就是很值得商榷的事情 以前的疑点全都浮出了水面 他们想要杀我 是因为我该死 我虽然作恶多端 但却问心无愧 愧之愧于 你 陶瑶瑶却说了意味深长的话 让我完全无法理解 这什么意思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该死的人呢 应该是有的 但是陶瑶瑶也算是作恶多端 我无法理解 时间不多了 我必须得把一切告诉你 这样的生活 就逐渐延续了下来 而伴随着每朝每代的时间更替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天下的龙 几乎完全被锁住了 然后锁龙人这个行业 就这么传了下来 而三十年前 也有一群锁龙人来到了这里 来到了我们现在 脚踩着土地上面 他们检查锁龙种里面 有没有什么异样 但是有个人却在这个时候 弄了别的心思 他想要看一看 属于龙的那个世界 到底什么样子的 他想要开启这扇大门 于是 他做了一切 陶瑶瑶说道 听得我浑身颤抖 那人是谁 开启这扇大门 哪里有门呢 这儿哪儿有门呢 你出来吧 老东西 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来决一死战吧 远处喊出这声音的 竟然是顺子 只见他扯开嗓子 在大喊着 也不知道是在喊谁 而这群人站在一起 个个都十分的平静 那种平静 是让我无法理解的 因为天上 天上那些之前盘旋着的龙 现在个个都正在朝着下面冲过来 太多了 太多了 竟然有这么多的龙 天上至少有着几十条盘旋着的巨龙 一个个的像流星一样的往下坠落着 也不知道是要冲向地面 还是要冲向这些人 他们看向天空 无所畏惧 刹那间 在龙刚刚要冲下来的瞬间 周围四散而起的 正是无穷无尽的锁链 从四面八方而出 在此之前 我们从未想过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锁链 但是它们出现了 一如最开始的那样 一如捆住硬龙那样 朝着天上而去 天上简直要被锁链和龙的身影完全遮挡住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点击主播主页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故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最后一个锁龙人》 作者孝春风 演播香音品颂 巨五八满园 第六百零六集 龙是那个世界的弃儿 他们不想回去 因为那里有人他们颤抖的东西 所以他们不想回去 现在有人想要开启这一切 所以他们当然会重新回来阻止这一切了 即使是面对着无数个锁链 也是如此 陶瑶瑶瑶说道 仿佛为我介绍了眼前这宛如史诗一样的古战场之中发生的故事 那个人想要开启这一扇门 他寻找了很多的办法 发现了一个奥秘 因为龙当初就是集体出现在这里的 所以要做到这一切 就要先让所有的龙都出现在这里 随后 随后再利用一个阵法 将所有龙的力量困住 开启这一切 陶瑶瑶说道 听得我心向往之 锁龙人的血脉 远远比想象中要更加的可怕 因为遗传学的原因 现如今的所有锁龙人 或者说曾经的锁龙人 都是在一代一代 与龙的对抗之中成长着的 与恶龙缠斗欲久 自身也就将化为恶龙 这些人的血脉自身也有些不同 表现在锁龙人更加的冷静 更加的沉着好学 更加的适应和龙相处 更加容易训练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变得强大 他们本身就是价值 是对抗龙的价值 更容易掌握屠龙之术 同时他们的血脉里 也拥有更加可怕的东西 陶瑶瑶说道 仿佛是在说他和我一样 虽然我觉得自己 完全和这里面的各种特质 不沾边 他们的灵魂 他们的灵魂 有别于别人 异常的坚韧 所以能够承受得住 那个传说中的阵法 阴阳五行阵法 但是阴阳 需要一男一女 只是当阵法完成之后 这一男一女的灵魂 将会彻底沦为牺牲品 永世不得超生 而当时 那个人还只有个儿子 就连孙子都没有 于是在三十年前 他就已经开始了布局 陶瑶瑶这么说道 但是她说的话 却让我感受到了 十分可怕的感觉 你说的人 为什么我那么熟悉 三十年前 确实是还没有我 只有我父亲 而且三十年前 还没有陶瑶瑶出生 你说的人是 我颤抖着身子问道 陶瑶瑶像是不忍心 让我这么痛苦 说道 不错 就是你的爷爷 所以你出生了 所以我的父母死了 我被秘密地 接入一个孤儿院 然后收养着 为了让我变成 如今的性格 为了 让你成为 我最重要的人 陶瑶瑶说道 我差点被吓晕了过去 然而我那脆弱的心脏 这个时候 偏偏结实得很 所以并没有晕到 我的心凉得 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七年前 也就是我们 最初相遇的时候 你突然出现在 我的房间里面 击中我手弱的心脏 陶瑶瑶说道 七年前 我们追逐龙的过程 花了差不多两年 那么七年前 也就是 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递给我那个信的时候 可是我 确确实实很清楚 我自己并没有做过 这样的事情 我遇到的 是现在的你 这一点我早就清楚了 我想要拯救你 成为你的救赎 于是 我穿越了时空 就是之前 你得到的那些消息 陶瑶瑶说道 我想起了之前 在那个所谓的 再生人的秘密基地之中 那些人告诉我 他们曾经在许多地方 遇到过陶瑶瑶 原来 就是这个意思吗 远处 我能看到远处 当那些 所有天上的龙泉 都被锁链给捆住之后 黑衣人巨大的队伍中 出现了不少的人 其中就有那个 一系黑衣 让我们完全看不出 他长什么样子的人 似乎 就是黑衣人的老大 老鬼 你还不肯滚出来吗 你还是快点滚出来吧 不然的话 我们现在就破坏掉 你所有的布置 那个黑衣人大喊道 声音是我们没有听过的 他在对谁呐喊呢 硬龙头上 站出了一个人 我急不远眺 这才看清楚 那个人竟然是 我的爷爷 虽然听陶瑶瑶那么说了 但是我之前只是听说 哪里有现在 这么大的冲击力呢 他老人家没有事 也没有死 果灶 还不快滚吗 我的爷爷这样大喊着 随后轻轻一动手 天上那么多的龙 竟然朝着地上扑了过去 虽然身上缠着锁链 但是也远远不是 这一群人能够应付得了的 江启云一跃而起 一拳朝一条龙打过去 将那条龙打飞了 对了 是这家伙的屠龙树 同样有这种力量的 还有后面的林洛雪 剩下的人似乎没什么办法 只有用枪械 还有别的武器 在对抗着龙群 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鸟用 反而被群龙杀了不少 虽然江启云还挺厉害的 但是谁让龙的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呢 所以也没什么用 而那个黑衣人 他也出手了 从地上腾空而起 朝着我爷爷那边冲了过去 显然就是要 王对王降对降了 那个黑衣人的身体太轻了 看上去轻盈无比 只是手轻轻一挥 就从地上腾空而起 和江启云一样的金色的拳头 朝我爷爷打过去 没用的 虽然你的屠龙树练得不错 但是我可是锁龙人的 本家的功夫 我能不会吗 我爷爷面无表情地说道 最后又以金黄色的拳头 迎了回去 他们都是为了阻止你爷爷 而来到这里的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知道一切 还是不知道一切 其实我们早就死过一次了 我想要拯救你 通过改变历史的方式 于是我通过北京 北新桥的锁龙井 回到过去 参与了不少的事情 然而历史是有惯性的 我也不清楚这次 能不能改变一切 但是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 陶瑶瑶眼睛里闪着坚定的目光 她的眼睛里好像是有整个星系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告诉我 岂不是更好吗 我大声地问道 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一切的话 就不会费力地去寻找锁龙井了 也不用经历这一切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记忆 我只有你当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告诉我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恢复记忆 是在我们到达北新桥锁龙井之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开始想起了一切 唐瑶瑶说道 但是那个时候 一切都已经无法阻止了 一切都已经无法阻挡了 我对抗了整个世界 这些全都是历史的惯性 历史即使是被改变 但是未来事物的发展 仍然是有惯性的 一切仍然将回落 我做不到更好 这次是唯一的机会了 是啊 陶瑶瑶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又如何忍心去苛责她呢 虽然我不清楚她话语中的意思 但是她的孤独和落寞 我都是明白的 我也从未试过像她一样通过锁龙井扭曲的时空回到过去 所以我对此一无所知 没有任何的可以评判的价值 过来 这个时候 突然周围传来了生死礼节的呐喊声 我的身体突然不受自己控制的腾空而起 朝着远处飞了过去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发现我飞过去的方向 竟然是我的爷爷那个方向 更加可怕的是 我看到了前方正是我的爷爷 他穿着一身黑袍 张开了双手 而我感觉到我好像就是被他这样吸了过去一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点击主播主页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故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最后一个锁龙人》 作者孝春风 演播香音品颂 巨舞吧满园 第607集 在此过程中我看了一眼 远处地上的那个黑袍人 这家伙在我们眼里是那么的强大 但是和我爷爷打了这么一会儿 就他们躺在地上似乎是不行了 无心 混蛋 远处我还听到了顺子的声音 你没事吗 我的兄弟 虽然是为了阻止我爷爷而来 但是能看到他的出现 我还是很开心 这个时候我也意识到了 为什么他之前会跟我说那样的话 说我和陶瑶瑶只能活一个 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虽然不清楚为什么顺子这个白痴 不早点把真相告诉我 但是他也一定有难言的苦衷才是 否则不会这么选择 面对着一群龙 他们当然是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现在全都躺在地上 之所以没有死 大概是因为我爷爷没有杀了他们吧 碰 我的脖子感受到一股大力 原来我被爷爷单手捏住了脖子 而右边我看到了陶瑶瑶的身影 原来如此 也是 即使是要抓人 也不光会只抓我一个 陶瑶瑶也逃不了了 虽然抬头略显艰难 但是我还是微微抬头 这让我爷爷呃厉声随后问道 孙儿 你知道爷爷要做什么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要杀死我吗 难以想象的是 我此刻竟然如此的冷静 冷静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差点都不认识现在的自己了 为什么呢 大概是有点心凉吧 我不是要杀死你 我的孙儿啊 爷爷对不起你 但是这一切都是我必须要做的 他这么说道 这让我有些哑口无言 当然了 随后我就发现自己无法说话了 随后 随后我竟然发现自己的身体逐渐飘了起来 是的 脱离了地心的引力 我的身体竟然逐渐地飘了起来 飞到了我爷爷的头上 大概几米远的位置 朝右边一看 陶瑶瑶也和我一样 挣扎当然是无用的 因为根本没有力气挣扎 挣扎若是有用 只怕我爷爷也不用做这么多了 在这里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一个人面对世界 一个是我爷爷 他一个人面对着一个世界 而陶瑶瑶在很多时候也是如此 一个人面对着世界 别怕 我也在这儿 我说到 心都被融化了一样 陶瑶瑶没说话 也没有看着我 看向了旁边 似乎是因为悲伤一样 但是我觉得陶瑶瑶一点也不悲伤 一如之前她跟我讲那些事情的时候一样 她的的确确是不怎么悲伤的 正因为如此 陶瑶瑶才能显得那么的平静 她说她经历过这一切吗 我虽然不敢相信 但是现在这一切似乎也已经不再重要了 回味 我爷爷大声地喊了一声 那些龙被锁链牵引着 从地上飞了起来 一个一个地从周围依次排开 将这附近围了起来 是的 是确确实实地围了起来 像是一个峡谷 一个决斗场 一个陨石坑那样 围成了一个圆形 我们竟然恰到好处地就在这中间 而这个时候 从远处的那个山洞中 蹦出了几个耀眼的东西 之前追逐着我们的黄金人 还有一个浑身都是由火焰组成的人 还有一个浑身由水组成的人 远处跑过了一个树人 脚下的大地下一个泥土组成的人 从里面爬了出来 原来如此嘛 阴阳五行 我们之前追逐的那个人其实就是火焰 所以才会有直接被化为灰烬的蜈蚣 那个黄金人也是这样 虽然我们没有遇到水人还有树人这些的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存在着 难怪涛瑶瑶之前会说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多了 因为时间不多 我们连他们都没有完全遇到 混蛋 灭绝人性 就连自己的孙子也要杀死吗 你他妈的到底想干什么 远处传来了顺子的责骂声 我摇摇一看 这才看到之前因为这些龙全都被拉了回来 所以那些人虽然死了很多 但是仍有能站起来的 顺子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势很高 几乎是飘在空中的 所以他们毫无办法 对抗 那只是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 才能做的事情 实力不对等 那就叫做以卵击石 白痴 我早就知道 你是被他们派来的人 但是那 又怎么样的 你根本做不了什么 反而会成为指引凹星 走完全程的指路明灯啊 这个阵法也太奇怪了 必须得让献祭的两人 近距离接触到大量的龙 不然的话也不会浪费这么长的时间啊 我爷爷不屑地说道 根本不理会顺子的质问 你们就不想看看别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吗 龙是多么美好的词语 但是却是那个世界的弃儿 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世界本身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上 这些你们都不想知道吗 我爷爷像个疯狂的科学家一样的问道 他说的话却让我有些别的想法 是吗 之前我们在和王徐东的讨论之中 确实是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我们以为它是个乐园 其实更加有可能的是它是一个监狱 是一个坟墓 是让我们用来赎罪的地方 仅仅只是从这里就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而我爷爷拥有比我们更多的知识 更加卓越的眼光 他当然会对这个世界的存在感到困惑 所以当然想去看一看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原来如此 这样我还是挺能理解的 也不是说我就原谅了自己的爷爷 只是稍微明白了他的想法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我身上有的血脉的原因 我也算是有些疯狂的人吧 现在我就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 有人要杀我们 我竟然还能理解对方 这也太诡异了吧 但是随着我这么长时间的征途 我也逐渐成长 不再是那个愣头青了 也明白了不少的道理 其实立场并不是人自己选择的 立场是影子 是人所处位置的投影 人类是无法自己选择立场的 更加谈不上能相互理解 但是我却稍微有些理解我的爷爷 你们这些愚者 你们真的知道一切吗 一群白痴 我爷爷似乎是骂上瘾了 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 所以才如此的开心 一只鸟 想要挣脱出自己的蛋壳 挣脱出来了 那才叫做新生 它才能真正算是降生于这个世界上 你们明白吗 人生也是一样的 人想要挣脱出牢笼 蛋就是这个世界 人要降生于这个世界上 就要摧毁这个世界 这样 人才能算真正的活着呀 你们都不明白吧 我爷爷这样说着 最后不再废话 大喊道 来吧 让我看看 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话音刚落 我瞬间就全身僵直 像是被人接上了电门一样 浑身都在过电一样的感觉 而且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灵魂 要出窍了一样 头腰腰说得不错 这个阵法需要我们的灵魂 现在这就是开始了 此刻我虽然没有转头 但我却能够看到深厚的一切 在我们背后 正浮现出一个漩涡 周围的空气 肉眼看过去的一切 都在被这个漩涡所扭曲着 在那个漩涡的中心 赫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 一切似乎就要开始了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来了 我的爷爷大笑着 那笑声实在是太过于疯狂了 而我也感觉到自己的灵魂 正在被什么东西拉扯着 似乎要拽出这个躯壳里面一样 正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我爷爷不可思议的大喊 气急败坏的喊道 你这是做了什么 你疯了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点击主播主页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故事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最后一个索隆人 作者笑春风 演播香音品颂 巨舞吧满园 第六百零八集 他在说谁 我猛然往旁边一看 原来是陶瑶瑶 非常抱歉 这场对决 是我赢了 陶瑶瑶笑着说道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为什么还能动 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动啊 我的爷爷大声地问着他 我是完全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也仍然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身躯正在恢复一些 灵魂似乎也不再被拉扯着 一切似乎也都停止了 我为什么能动 你来擦一擦呀 陶瑶瑶似乎相当地开心 也有些疯狂地笑着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突然想明白了 陶瑶瑶这么说道 意有所知 你 你做了什么 我爷爷似乎很害怕这个时候的陶瑶瑶 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陶瑶瑶本身在这个时候 是不应该乱动的吗 可是他现在却乱动了 可是这是为什么 陶瑶瑶我还是知道的 他其实和我差不多 别看我爷爷这么厉害 但是 我可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种人 这样想来 也是因为我爷爷害怕我和陶瑶瑶学会了一些东西之后 面对他就有抵抗能力了吧 香启云这种不知道是不是锁龙人的人 都能学会屠龙树 而像我们俩这种正统的锁龙人 而且还是有传承的 并且能打出名号 号称为最后一个锁龙人的两个人 竟然完全不会 这他妈也确实是太丢人了些 这里面如果没有我爷爷动手脚的话 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爷爷肯定是特地让我们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 陶瑶瑶也确实不会什么秘术 所以他现在应该不会动才对啊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等待 一直思考着如何才能破局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既然非得需要一个人活着的话 那么我可以去死 让他活着就可以了 陶瑶瑶说道 我这才看到了 原来陶瑶瑶朝自己的腹部捅了一刀 而且他还拿的是我身上的匕首 他是什么时候拿走的 他肯定是不可能在刚才做这些的 所以早在之前的某个时候 他就已经准备好了吗 我何得何能 能让他做到如此地步 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也想过 自己自杀 然后让陶瑶瑶活下去什么的 但是我完全没有那个能力做到 但是陶瑶瑶却做到了 让我不光感动 而且眼泪都躺下来了 陶瑶瑶嘴角带血的笑容 十分的凄美动人 只见他嘴中也渗出了血 这么说道 这个阵法想要催动 想必究竟涌进你的权力 现在他被强制性的中途截断 你也活不下去 好心就可以活下去了 你 你 你这个贱女人 竟然坏我大事 你 我爷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但是却也无可奈何 陶瑶瑶拔出了自己腹部的刀子 随后又重新地插了进去 我大喊着不要啊 要幸福呀 随后就露出了微笑 陶瑶瑶平日里是不喜欢笑的 虽然她笑起来很好看 但是少有什么微笑可言 我没想到一生之中 看她笑的最多的时候 竟然是在她死的时候 她的身体朝着下方坠落下去 我的心的的确确是一痛再痛 这种感觉我从未体验过 像是有人用刀子捅进去一样的痛 周围风云变幻 束缚着这些龙的锁链 顷刻之间全都断掉了 那些龙全都腾空飞起 旁边我的爷爷着急地看着天上 大喊道 都回来 都给我回来呀 然而不管如何去追 龙都逃走了 也都是回不来了 我爷爷也朝着下面坠落了下去 我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能恢复移动了 而看了眼旁边的那个眼睛 那个眼睛之中表现出来的淡漠 已经那惊鸿一瞥 我敢肯定 正常人看一眼肯定就疯了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 谁也不知道 时间距离那场大战 已经过去了两年 当时我爷爷身受 那个阵法的反噬 当场死去 也无力去掌管 接下来的局面了 龙全部都逃走了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也坠落了下去 幸好下面也顺子接住了我 他们给我治疗了伤口 我也知道了顺子一开始 虽然知道自己是派来卧底的 但是他不知道要害我的人到底是谁 所以对我爷爷也很尊敬 只是后来他消失的时候才知道了一切 他们知道一切已经没法阻挡了 我们就像是被上了发条 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所以只是默默地做着最终一战的准备 只是没有想到差距竟然会这么大 陶瑶瑶失踪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长白山附近租了个房子 我和顺子两个人生活在这里 当然了 我无心去工作 基本上是顺子这个好机友赚钱来养活我 我在家里面宅了两年 就为了等陶瑶瑶回来 但是似乎一切也仍然是了无音讯 我终于下定了决心 问顺子要了点钱之后 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顺子当然知道我想干什么 当然不肯让我来 还是我差点绝食他才同意的 最终我进入了北新桥的锁龙井之中 这里经过了上次 有过一个很好的翻修 虽然我不知道 这里是不是还有那种力量 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进入了这里面 结果还真让我给赌对了 那条龙还在 是江启云和林洛雪两人 在帮忙满世界抓龙 因为有龙的存在 还有这北新桥里面独特的设计 才让时空在这里继续扭曲 让我得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像是之前那次一样 我进入了里面 里面有个小门 推开之后我走了进去 这里 这里是 这里似乎只是个 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间 虽然小 但是仍然收拾得十分的干净整洁 里面最引人注目的 当属那巨大的书架 还有上面不少的藏书了 这个房间的光线相当的暗淡 窗帘被拉着 床的角落处的床单上 有痕迹 似乎证明了这房间的主人 经常睡在角落里 谁 正当我愣着的时候 这才看到了前面的书桌前 有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正用粉雕玉琢的小手 捧着一本书在读 看到我的进入 她虽然保持着冷静和克制 但是因为年幼 所以眼底仍然有一点点 气生生的 这是在她身上很难看到的心情 再次看到这让人熟悉的容貌 我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的心都像是要化了一样 我挠了挠自己的头 第一次有一种从头到尾的 无可适从的感觉 但是还是厚着脸皮说道 其实呢 我叫做敖星 你叫陶殃殃对吧 我是要成为你老公的人 虽然一切注定 虽然很多谜题没有答案 虽然我的人生一团糟 但是有你就足够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点击主播主页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故事 优优独播剧风明 时间快点 masa 即将 Wit 各种部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